在2011年2月17号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到新电行道会祷告会 那时我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家里负担又很大 诊所跟家里贷款都没有清掉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的丈人介绍我到这个新电行道会 然后我来祷告会的时候 一进去我就开始哭了 那个音乐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那以前我是站不起来的 我应该就是坐着的 但是那一天神说你好了 神说我好了 我生命力完全百倍 我可以站着 我站了两个小时 所以祷告会结束 张牧师说要受洗的伤害 我想都没想 我就把我太太牵着她的手 然后我们两个受洗 从那一天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了 我在2013年的时候 我就持续的参加这个主日 然后参加小组 更是持续的参加 这个礼拜四的祷告会 我就觉得神爱我 我感觉到神非常的爱我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 求祢使用我 我可以开始服事 我七月参加祷告会 九月的时候我就成为小组长 当小组长一开始也很差 没当过小组长 就开放家里 然后后来 当了一年多的小组长以后 很多的组员来了来去的去 但是我确定一件事情 上帝的动工比我们动工还要好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关怀 不断的打电话 不断的关怀 我在2016年马来西亚的短学服事当中 戴医师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我听到这句话眼泪一直流 那种感觉就是 你做了那么多服事 上帝好像看到你 然后他用手摸着你的头 说 孩子我看到了 这个让我感觉到 不仅上帝给我一个平安的心 不仅上帝给我一个喜乐的心 上帝现在也给我一个热情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